村长广播 请问一下各位村民 你们认识田磊吗 在村长的印象里 他除了打球很厉害之外 就是长相也很厉害 这不容之一吧 想想田磊也陪我们走了不少的年头 为球队征战了不少国际赛事 如今他已卸下了战袍 高挂球衣 在这边村长深深的为这位 篮球国手至上无限的尊敬 接下来我们是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田磊跟我们讲几句话 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我一路打球这样下来对我的支持 也谢谢各个球迷对我的鼓励 这一路下来就是遇到很多队友 教练还有朋友 一直不断地在努力进步 那走到这一条退休的路 一路下来大家都陪伴着我 那在未来的路 不管怎么样 希望还是可以继续为篮球运动做最大的努力 不管是在场上或是在场下 谢谢 但是这个家伙呢 之前有偷偷地来找村长讨论一下事情 请各位村民集结一下 看看田磊发生了什么事情啰 好了我刚刚工作完 晚安大结束 我们要开头吧 先不要这是一个前序 我们等一下请别人一起跟我们开头 接获一个村民的请求 新村民 他有什么请求我等一下跟你们说 我先见到他们为主 田磊跟陈世恋 向内尽量禁止胸 因为现在开场 所以我们要先来一个 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 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 好烘打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田磊家 自己个人觉得还蛮兴奋的 田磊进家门要那个 要提头 要提头 真的太不适合你住 那你还是很紧张 真的 有点不知所措 原本只是想跟Key的叙剧就聊一聊 直接拍傻眼 就是这样 你们要先习惯镜头 因为你们在打球的时候 永远都不会顾到镜头 虽然坐在球 但是你们现在既然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们就要习惯 有一个人拿着镜头一直堵你 现在有人一直堵我的时候 我会想 我吃 不要再拔一下 所以你们要习惯 现在来到家里面了 家里非常多的长辈 我刚刚是非常有礼貌的 一直跟大家打招呼 我刚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不要再拔一下 现在不是村长 现在是狮辣 因为我通常都不会在长辈面前 展现自我 我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要救 每个想要转电他厨艺的部分 就是帮大家装盘而已 他其实蛮适合做YouTube 因为他自己也平常在播球 再加上他蛮风趣的 那为什么会想要转站YouTube 可能就是因为 快不行了 跑不动了 潮到退休 今天就是因为那个念哥打给我说 他想要问一下我们怎么样 从影期经营到现在这样子 怎么开始的 所以我就说 那不然我们今天晚上来开个会 我就灵机一动 我想说开会开完之后 你们就开始了 因为也就刚好录一集 我根本只是要聊 他说直接拍 因为当初我们五个 那时候有录一个单元 林志杰 阿诚吗 Gary 曾文鼎 梁静明 我都想好了啊 你频道名字想好了吗 频道还没想 我都想好了啊 频道还没想 这个你们也可以慢慢想 今天就是不用紧张 我有可能发现这个影片 上线日期 是我们都老的时候 我是希望可以近期的 因为我跟你说 我在当病的时候 我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情 但我一直都没做 然后就不会做 必须要有人直接提油什么 提油救火 不是 你也是这样吗 想要刻意的用点成语 又不好 还是用错 有消息的时候 你说什么 刚开始拍了就停不下来 对 但是我说不可能停不下来 譬如说我们今天开始拍了 就两三个月一定要停下来 因为还有比赛 那就是他没看野期 我刚刚也才工作完 我也没停下来啊 我直接马上杀过来录一集 找一个人 就是一直跟着你 球员之间的屁话 太多人想了解 你知道为什么KID知道吗 因为KID以前常跟我屁话 以前的所有的局 我最怕的就是球员局 身体很好你知道吗 他们喝酒 他在喉咙借过这样 借过一下 然后就没了 尤其是雷哥 你不要想跟他喝酒 你喝水都喝不赢他 你知道我怎么在球员里头 奠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地位吗 KID原本可以找到一百九 可能就是那阵子喝太多 把地位奠定出来才变成 错错错我讲的不是这个 哦你 那可以讲 真的假 那可以讲 因为他 不知道怎么开口 好我来讲我来讲 我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都要叫我一声歌 以前SURCUS很猛 那时候我帮某位球员 就输了之后 直接帮他那个 可是是兄弟之间在玩 因为你以为 屁得凶了 那个会退缩 那个也超大 他直接 太夸张了 你坐对面我们坐这好了 各个领域的男生 你觉得哪个领域的男生 那个屁话是最凶的 我跟你说 就是球员 因为球员除了自己在屁自己玩 还会屁起他球队 你知道吗 那个团结力啊 你在打篮球的时候还要团结 雷哥永远都是我心中的一个恨 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他完完全全是雷哥的粉丝 而且他是高雄人 我每天都在担心 他会不会偷偷去看雷哥比赛 他为什么不来偷偷比赛 我就觉得他有气 我跟你说 雷哥家素食 我决定以后都可以 没事来这边晃晃 我跟你说 我跟他打得如意算蛮事 我一进去雷哥家 就开始搜刮他的房间 就发现不行 因为他家长辈太多了 我要做一个乖小孩 啊这什么 这什么食味啊 公银小吃 我跟你说 公银小吃 如果你不知道 我们有美食家 介绍给你们听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他们这五个好朋友 就五个球员 想要做一个YouTube 原因就是说 他们其实生活 有非常多快乐的事情 有很多球迷不知道的事情 不管是SBL 或是皮加 都很多的球员 都是以前 我们这些球迷 深深爱的 他们还打到现在 他们私下又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思念哥就说 找我来告诉他们说 我们野气到底是什么样组成的 其实我会想要做这个 受野气很大的影响 除了你们那些潜水美丽的照片 我喜欢看你们最后在露营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感觉 那我其实就在想 好看 但我们的应该 也 连不出野气太多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试着做看看 我跟你讲 他们到时候频道 你们去订阅啦 大概有十次有八次在 现在不去 现在不是吗 因为以前体力比较好 现在可能餐桌完就要回家 但我们现在比较健康 因为大家都有小孩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野餐 现在看到的他们的样子 就有点像是在访问 但是如果你们去追踪他们的频道 我跟你讲 那是不一样的事 天爸爸也不会知道 那个频道叫什么 因为他绝对不会让 天爸爸发现 他到底私底下是什么样子 你下的样子 应该是我爸看的最多 就是我爸我妈都是 看我的节目 在监控我的心中 跟看我有没有改变 结果发现我就是一如往常 然后现在就是科技现在红了嘛 他妈就跟他说 诶 我觉得你最近大头症了 他大头症了 又来 他也有大头症了 看了他第一季夜期 到后面的夜期 一开始他就比较自然 他现在我觉得他没有抓脸 好不好他不会 诗莲哥 我跟你讲 到现在为止 你目前的口条啊 跟面对镜头的这种熟悉 是OK的 诗莲哥的口条比我还要好 因为他自己主播啊 他有时候会去播球赛 雷哥就更不用讲了 雷哥只要就站在那边 跟一个柱子 就帅 就是只有帅 雷哥虽然都没讲话 可是现在圈了一堆粉 然后你还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刚刚在这个过程中 就很贴心的 很闲会这样拿出面啊 拿出肉这样子 他其实有心内心的 那些粉质都不知道 每次要加烤肉都是我收的烤肉 睡咯 然后我留一个在上面收烤肉的酱 我去睡那个人 是这么好的 你再想清楚 我睡了吗 那睡过来的人是什么 睡 你看你看 学长字 学长字 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 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教他们说 你们去买东宁小时的时候 你们先自拍一个 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边来看 一边来对一下 哈 你们第一部 就已经大错特错了 第一个就没办法用了啊 我会录纸的 影片就是要录横的 那它全纸欸 全纸是不行的 你不会这样看电视吧 电视都是横的 16比9 所以你录影片 一定要用横的录 现在上课了 现在上课了 第一个手机是不是可以转转音乐 可是你是录这样子 你这样转它就会被切掉 你不管怎样都还是要 你应该是有顶嘴的概念 你应该叫顶嘴吗 真的啊 我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如果是YouTuber的话 我可能稍嫌你资长的一年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还算是 要学长学弟 继续看下去 好好好 当中这个影片 我们会上在旁边 这是他们的第一部片 我们把它纪念下来 然后希望你们接下来的影片会越来越好 试念歌一副很自然 就是悠闲的 然后 可是你不能拍它背面 你要走到前面 你要走到前面 然后你要倒退走 这又是第二课了 很怪他平常是被拍的 刚刚蛮好笑 因为本来是叫试念歌自拍 雷哥就说 哎哟 那是不是要我下去掌镜啦 错误了 再看一下 你看这画面就没有要看嘛 我终于知道了 菲菲为什么每次接我们的影片 都会生气 因为我们都会录一堆很多这种 不惨的东西 如果是这种构图 科技一定先被我干掉了 这种什么构图 人没有在里面 然后一半里面拍到头 拍客人还比较多 中间正面的 拍这个菜单干嘛 有点沮丧的那类的 对 因为我发现你没有看 我看不完 但是 你们也不用太沮丧 因为其实所有的影片 经过了剪接 配乐 后制 会增加560分 所以我们这影片现在 如果有这些 至少已经有51分了 对不然 用你的神剪 把这5分钟 剪一个你觉得 加分加到爆 然后帮它做一个 华丽的一个 一段效果 经过神剪 看这个影片 到底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好不好 我们来看 看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们先要去哪 蛤 我们先要去哪 通银小吃 前面 很多人追见 原本在 南京东路 特地拌到你家楼 我以前我们最喜欢吃的一家店 没有 介绍你 介绍你 你今天来第几次 今天来第二次 滷味 你介绍给我 锅锅一定要 好吃的 牛筋 好吃的 为什么要来这一点 好吃 没有 我们等一下要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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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汤 牛肉蛋花汤 招牌 麻酱面 花干 主打就是花干 其实 今天是我来的第二次 基本上我该点的都点 第一次来买是买回家 跟大家一起品尝 家人吃过都说赞 尤其是他们的辣椒也很厉害 滷味是他们的强项 他们的辣 好厉害 好厉害 那我们就来看看 店哥会怎么点给 我们所谓的贵妇 看一下腰后锅 这边是什么 这边不是老板 有来救了 跟前辈 开的吗 只强 家族是什么 那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品尝一下 想要知道这间店有来的 可以去南京东路的走路 老板 请品尝有介绍 老板来了老板 嗨 呦呼 好 好厉害 好啦 最多就这样子了 就讲下去 就落馅了 哈哈哈哈 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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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真的很紧张 他真的要爆 没有是真的热 那我们把它拔掉 你刚才的干净 如果自己要这样做起来的话 你看像我现在 如果自己这样拿 每个人都有一台GoPro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 打个电话说 我们今天可能要 改一只东西出来 大家就这一天花多少时间去 把这个凑出来 然后再一起丢进去凑置 凑置就好了 对 对就是这样 而且我跟你说 你刚会担心的 可能会怕会影响到你练球的时间 但就是 不一定是说你练球的时间要拍 你练球的时间拍 跟你打球时间拍 已经这么多的摄影机 炸台在拍你了 你根本还要拍那些东西 我所谓的没有时间是说 然后你现在 如果讲话 你就要转过来拍你自己 我刚所谓的没有时间是说 比赛啊 练习玩都会比较累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时间上面 就说哦 好累了 慢慢的就想说 明天啦 后天啦 还有一个是我教过科鲜 像我们现在上开讲话 大家是认识我 你没错 可是这么远的镜头 我们嘴巴很小嘛 如果不熟悉我们的人的话 我们讲话 他不知道谁讲谁 所以他会没办法进入你的情绪 所以像刚刚你说你要讲话的时候 通常我会叫张科鲜 就是直接拍到你 我大概懂KID刚才的意思 比赛的时候 太多人在看 反而大家是想要看 没比赛来到 所以你从你下球场 拖鞋那一刻 Gopro就拿起来拍 反而会比较吸引 我觉得那个就太辛苦了 就变成说你一台Gopro在那边 然后你已经够累了 你为什么还要拿起来东西拍 不用 我觉得你就是回到饭店里面 休息好了 反正就 哎 今天要休息了 不然我把你讲一下今天心情好了 这样比较轻松 而且我认为啦 如果这件事情 比如说今天突然有一些 冲突事件 就是所有的球员在场上 比如说被抬出场 都是记者写的 然后我们球迷知道 可是我们很想知道说 他后续是什么 包括比如说以前的 Lebron Curry 这些人受伤了 他知道说他手指骨折什么 可是你会不会很想知道说 他到底现在怎么办 然后他为什么可以投球 这要真实的 就会有制造一些好玩的东西 就比如说村长广播 一个村落里面 他就是很合理的 就会有这件事情 甚至在里面就是会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 说啊 完蛋了 我们村长的地位要被抢走了 真的很野人七号部落的内容 很不安排理出牌 但是我们在一个规范里头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野七号部落 所以我们就是在讲 我们部落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会叫我村长 因为我就是野人七号部落里面 就是村长 有人要来夺权 所以目前有看好 如果我们真的在做一个 我满看好 我老实讲我满看好 他刚刚讲的 如果是这五个的话 我觉得缺义不可 你看 蕾哥 思念哥 文顶哥 日监哥 静敏哥 其实我们差不多大 在篮球界我就叫一声歌 可是在YouTube界 叫你个小蕾 念念 村长大哥 好啦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 希望你们会有一点收获 这个真的没有在刻意讲 但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从你手上学到 看你平常疯疯癫癫癫 没想到讲这些东西 蛮有道理 因为我是这样走过来 我知道那个中间很辛苦 结果很多人都在这个中间这样走过来 我只是中间那个 比较幸运的那个 然后我既然已经获得幸运 我就愿意就是 转个头 现在不然你拉一把 然后还起过来 然后还起过来 对 他们的频道 我自己个人 蛮想去关注的 很期待 而且会开启小铃铛 对 因为你会很想知道 他们每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我只能期待 周六周日的球赛 那一到五 我要怎么知道你们在干嘛 你们又不破IG的 弄得好像生活很神秘 但是刚才KID讲完之后 那我们真的是蛮有信心 因为真的 就一开始 刚刚KID了 很怕不能用 其实KID 把东西讲得很简单 就是最 为什么叫你去东营拍这东西 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这么烂的东西 你看你自己都看着觉得很烂 但是经过了 菲菲的巧手之后 他就是可以了 稍微有些东西就是要注意到 比如说要拍到人的正眼 不要值得拍 要很冷拍 这个你给我跟雷哥讲得好 刚才拍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提醒 这是要互相的一起 不要跟我说你一开始很懂 如果很懂你就放狠了 我觉得他就是 在他们那五个里面冷箭的那一种 冷面笑 我满期待 就是你们五个 每一个人的路线 真的开始的时候 要不要来玩一种 废话 所以我问的是废话 你问的是废话 OK 海银 有有有有 去有有 你那是另外一个 黑哥是这样 对啊 三下 这样 然后抢 没有 不是啦 他是这样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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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样 是吗 我刚刚黑哥的是另外一个 是这样 这样 然后拍这里 然后拍回来 开凶 你看像这个我又很想知道 哪怕每次出场的时候 跟每个人都不带同啊 我都觉得他为什么他都记得住 我也蛮好奇 他为什么都记得住 不会错乱吗 每个就是要有自己一个style 他们就是代表你球队的在说话 你答信有没有 嗯 海匹也没有 可是就只有他们两个可以讲这种事 就我们是没办法讲的 反正我觉得 蛮期待你们的频道 希望你们可以赶快把频道名称想出来 我们在讲完这支之前呢 就是 一 叫叫叫叫叫叫 在讲完这支之前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放在这 我们等一下 先直接cue 你看完这支影片的时候呢 马上到这个频道 过去 因为他们等一下 就要开始播他们第一支正片 自己都不敢想象 嗯 到现在我才发现说 你要来开队 我一路坐計程车来 我胃痛 以前小时候上节目都不会那么难过 我就坐在那边想 其实我脱了 其实你们现在有点像在面试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整个坐镇 不用在紧张 在那部也真的超难 那还有一件事情 当已经做完ENDING的时候 我们要再接位来就去聊天 对我们就会来讲一次 但是我们刚刚上过一次 那个LOGON嘛 我们在上过 其实跟那个 雷哥还有那个 思念聊天 他们有越来越放松 我觉得他们的频道 应该会更放松 这样会更进去 等一下 就可以去他们的频道 看他们到底会闭下什么办 然后所有的村民们 帮他们点赞 分享 然后订阅 开启小铃铛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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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好啦 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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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送到这里 好 差不多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跟 雷哥他们 还有那个 圣燕哥 他们讨论完了 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可以吸收多少 我也不敢说我是多厉害 但是因为我算是 比较有一些小小的经验 边吃饭边聊天 其实可以感触一些东西 我真的觉得球员 真的是可以 好好地认识这几个 因为球员其实都蛮幽默的 而且球员就是 很快乐 很纯正 你们说 屁啦 没有 因为他们就是 整天就是在 执着那颗篮球 我蛮期待他们的影片 而且我觉得我讲的东西 不是太正统的那种教学 我就是刚刚讲说 其实他们应该先习惯 有一个机器一直在堵针 你习惯这件事情之后 你要再习惯一件事之后 你要拿着你的手 勇于把手机 或者是你的GoPro 拿起来按下录影 记录下来 自己自拍 自己跟自己讲话 自己跟自己讲话 这件事情是 北北教我的 其实我 录野七 也给我很多的感想 我原本是 不太敢自己 一个人讲话 讲那么久 我 因为野七之后 回头看一下 我有超多几次 一个人讲完全集 你第一次应该就是 龟胜岛那一次 就是车子上 后来就自己录影那一次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真的要做 做了就知道了 今天 我相信对 雷哥还有 那个思念哥 他们都有一些 收获 可是对我跟柯七 也一样有收 好啦 我不好意思刚刚 Cue去那个 别的频道 又把大家Cue回来 现在是真的要把 Cue去的别的频道了 去 这个频道 他们去的频道 现在哦 播完之后哦 吃吃吃看 他们就要开始看播了 够了哦 Go go go